- 非正規實習生UNI-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一次的魚人節活動關卡 非常的特別呢? 這一次的惡劣勇者設計和以往都不一樣 這一次我們就特別來揭露一下 活動關卡的設計裡面吧 這一次的關卡設計 主要是根據DASH裡面的一個隱藏設定 當若可持續破壞周遭的建築 或是欺負的市民和小動物 居民對他的好感度就會逐漸降低 他的外觀也會越來越黑 而這次的活動關卡惡劣勇者 就是依據這樣的設定開發而成的 這一次的活動關卡首要任務 就是要大家破壞城鎮洩壓力 收集破壞城鎮後會掉落著鈔票和金錢箱 當你收集的越多 你的罪惡值就會累積 而你的角色也會隨著罪惡值的上升 而變得越來越黑 角色越黑就代表你真的超壞 而你越壞 你得到的獎勵就會越豐富 而這次關卡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有非常多的隱藏通道 主要是設計著想要讓玩家可以體會以前RPG 或者是橫向卷軸 那種找尋隱藏通道的感覺 乍看之下某個懸崖掉下去之後 你就會死掉 但是你實際往下掉了 就會發現別有洞天 這就是設計者的一個小巧思 希望大家可以多探索這張地圖 再來大家應該都有發現 這次的關卡是沒有敵人的 而且只有一個固定難度 這一次會做這樣的設計 是因為在漁人節這樣比較特別的節日 想讓大家跳脫出以往的 單純打怪模式 找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遊戲樂趣 關卡設計者有透露 這次的活動完全無關於戰力 或者是武器的火力 想要取得好成績的話 武器的攻速是非常重要的 你必須要能夠快速的破壞 大量的汽車和販賣機 才能繼續前進 累積更多的罪惡值 開發團隊在設計關卡的時候 都會很認真的思考 到底要怎麼樣 才能給玩家不一樣的感情呢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次的 明人節關卡設計 如果你對於關卡設計 有什麼樣的建議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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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